十秒鐘的鞠躬 我在這邊要深深的感謝 所有的支持者 將近的肯定 楊琼瑩回來了 楊琼瑩感謝將近與我同行 謝謝每一票 對我的信任跟付出 未來服務不分藍綠 建設不分大小 繼續為台中打聽 監督政策 實現建設 這一戰十分的堅信 民進黨請盡了全力的打擊跟幕後 我要在這邊感謝盧市長 感謝所有的議員 李長 李市長 所有的鄉親 感謝所有的鄉親投票給我 讓熊英回到立法院 繼續為您打拼 未來實踐 競選承諾 中火機組 太舊喚新 減眉市城 健康市民 富士台中 我也會與盧修燕市長 西所為富士台中 一起打拼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所有的鄉親支持 再三的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很可愛嗎 我想我不願意去使用這樣的字 因為我一再強調 圓榮 圓榮再圓榮 感恩再感恩 這是我一貫做人的主事態度 而且我媽媽教我 地長後的感覺後 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地長做好就對了 所以我想在這三年多 可能你們希望要知道我三年多的主事 我給大家報告 三年多 我照顧父母的身體 都健康 我很感恩 三年多 我也擔任了副市長 我很感恩 從以前的民意代表 看事情的碰面 到現在的穩定力 我感恩市長給我有這個經驗 三年多 我回學校讀書 我一定會把長照的體制 好好的規劃 好好的照顧長輩 以及身長的朋友 這是我在三年多 去完成了我的長照的管理的 這個博士口試論文 近期我希望可以拿到正式的這個學位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台灣必須要跟世界接軌 我必須要跟五大洲 所有的長照體系來接軌 我會用心的做 好好的完善長照體系 照顧我們的長者以及身長朋友 這是在三年多 我努力做 三年多 我特別要在這邊 非常感性的 要感謝我所有的志工 以及我的這個助理群 特別是我的六人勝利組 我很感恩 在我落選的隔一天 我們立即啟動 檢討自我 團隊 腳步要怎麼樣調整 楊九云個人 要怎麼樣檢討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對我的包容 以及對我的提携跟指導 我在這邊要非常感恩 我再一次的 要感謝我們的議員 李長 李市長 鄉親 我的助理團隊 我的六人勝利團隊 以及所有的志工 大家對我的不離不近 讓我有這個勇氣 再出發 所以今天有這個成果 雖然是非常的艱困 但是 我願意相信 這是給我最大的機力 我一定會努力好好做 棒棒 棒棒 棒棒